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分享在隔離酒店的一些資訊 我住的是長林區的瑞泰酒店 它是一個晚上420人民幣 14天嘛 所以是5880人民幣 這樣換算成台幣 以匯率4.3去算的話大概是25000多塊 算是蠻便宜的 就我原本預先設想的應該是要3萬多台幣 不過就25000多台幣 這邊的醫療人員跟前台人員都很好 所以他們都會就感覺很照顧你 雖然說就有很多人嘛 他就感覺蠻照顧你的 然後醫療隊的人他就每天很忙很忙 他早上一早就要先送早餐 送完早餐呢他們要量體溫 包括每個人量完體溫也要熟垃圾 雖然都是他又要送午餐 送完午餐呢又要量體溫吧 或者是有時候要做核酸 那就到下午了 然後接下來又要消毒 他每一次只要送晚餐他都會消毒 所以就一整天他都超級忙 到送晚餐 然後再消一次毒 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一整天都超級忙 不過他還是很細心的回復你的問題 前台也是 就是我也會打算問前台一些問題 如果是醫療隊的事情 他就會轉到醫療隊 如果是他們的事情他就會回答你 比如說像我有問過說 我的房費什麼時候要儲付啊什麼的 那講到房費 他的支付方式有幾種 一種是現金 那如果你要繳現金的話 你就要先跟他們說 說你最後一天你會以現金去支付 如果沒有的話 他在中間的時候 如果你還沒有繳費 就他們的房間會付一個UR code 對你要掃 然後他會請你 不管是用支付寶也可以 或者是微信支付都可以 你只要備註你的房號就好 你沒有繳的話 就是在七八天的時候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說 我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支付 那就要開始交 就是要繳費 後來我是以支付寶的方式去支付 那這個就是防費的部分 防費講完就要講醫療隊嘛 剛剛講到還有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早午晚餐時間都是固定的 除非真的是他們太忙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delay 不過通常都蠻準時的 然後接下來就講到房間會配置的東西 你一來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超級多單子 跟防疫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什麼入住溫馨提醒啊 等等的 房間配置的東西 就有蠻多的 什麼小垃圾帶有幾個啊 面紙會有幾個 捲紙、牙具、梳子、拖鞋、香皂、浴帽 礦泉水有28瓶 這個比較重要的 還有一次性的水杯有10個 就如果你這些東西都用完了 你有需要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再打電話去跟櫃檯買 對 像礦泉水28瓶 我剛好喝完到最後一天 所以沒有問題 我今天是最後一天 然後呢 他也會有講說一個快遞的標準 就是你可以送快遞來 不過他有一些標準 像是你只能是整空包裝 不能是那種 比如說手搖引啊就不行 或是你要外帶餐食也不行 等等的東西 一定要是獨立封口的包裝 後面可以 或者是你的生活必需品啊 或是女性用品等等的 那不能有什麼煙啊 酒啊 或者是電氣 退消藥、感冒藥這些是不行的 抗生素也沒有辦法 然後你快遞 就你隨時都可以給前台 不過他快遞會送貨的時間是 就是每一天中午的12點到下午的1點 這個期間他會把你的物品送到你的門口 就跟送餐食一樣 就會有個台 小椅子 他就會放在上面 然後剛剛講到就是醫藥隊的人 會來每天涼體溫嘛 涼體溫的時間是差不多上午9點多的時候 跟下午的2點多的時候 每一天都一定會涼 你就只要開門把手伸出去然後嗶嗶就好了 就是涼體溫的部分 那除了涼體溫入境的時候 在機場不是有做核酸嗎 是鼻咽喉的 到酒店以後你也要再做核酸 隔離酒店的第4天、第7天跟第14天 最後一次的時候是搓 涼控鼻子 對 原本都只有一邊就好 除了做核酸 然後每天涼體溫 你上廁所的時候要投放消毒片 就一些防疫措施 一次上廁所要投放6顆消毒片 投完了以後要擺放30分鐘才能沖掉 那你隔離結束了以後 接下來就是7天的自主隔離 我就投回Chris家自主隔離 那自主隔離的這幾天 也要再做兩次核酸檢測 要到固定的1月去做核酸檢測 簡單就是之前我們就填各種各種的QR Code 直到我在隔離期間的中間 我又再填了一個另一個QR Code 然後這個就要填寫 就是什麼聯絡電話 你之後做的小學 就跟之前都一樣 填完了以後 他就會有人去聯絡那邊的小區的委員 然後他會再主動研系你 然後會跟你講說 就是哪一天哪一天要去做核酸 有一些什麼注意事項 然後Chris就有收到這個消息 因為我在這邊沒有亥露的電話 所以就是先給Chris 然後他就講說 第16天跟21天要再去做核酸檢測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說一些必備清單 最好都一定要帶起來 第一個就是你的環保餐具 雖然說他都會帶免洗餐具 但我覺得就 竹子味一定很重 就也沒有很喜歡用 然後你還要吃一些什麼小丁石啊 小點心或者是什麼 會用到的 對 我們就還要 就帶洗碗筋啊 抹布啊 跟洗碗的那個 還有海綿 洗洗碗的那個 海綿 還有我非常建議可以去買網卡 有在台灣先買了15天的網卡 他不是吃到吧 他就是4G 然後用完以後 你就會到油量變超低 你用完他就油量低到 你也不能滑什麼東西了 不過因為 我覺得真的很需要 因為在這邊網路 你也不確定 到底有沒有網路 或是網路穩不穩等等的問題 然後 我在台灣買的時候 他就有讓我先加他們的微信 但他們都沒有回我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發生什麼事 不過 因為我在機場的時候 我一直連不上 我怎麼連到連不上 我在飛機上試圖想要連 就連不上 在整個機場我也連不上 幸好後來 走出飛機的那個地方 就是進機場近一點以後 你就可以連上飛機上的網路 不過他的驗證嘛 要傳到你台灣的手機 所以 因為你沒有大陸手機嘛 所以你就要連到你台灣手機 這樣我也搞了很久 然後最後呢 是到快要到市區了以後 才真的連上了他們的網路 所以在這期間 我都沒辦法連過家人 真的滿不方便的 不過就是還是買網卡 你不會那麼無聊 就是可以瘋狂發手機 而且我買的網卡是 本來就幫你翻好牆的 所以你可以用LINE啊 可以用IG 你可以用Facebook YouTube 都可以 所以非常建議買網卡 接下來就是零食 就是最好的備好 超級多零食跟泡麵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吃這種餐食 就是便當啊 或是自助餐 我都會超餓 可能是因為我就是飯不會吃很多 我就是都吃菜 所以一下子就餓 所以就是帶泡麵 然後帶一些零食 現在我開始有帶一堆零食 就是你真的太無聊了 你太無聊了 你就只能一直吃 然後你就看看窗外吃餅乾 吃一些什麼 固定啊 然後這是甜點啊 這是水果 我看別人好像每一餐都有水果 不過我們這邊是只有 早上的早餐會有一個水果 蠻推薦可以帶水果刀 然後一定要帶剪刀 因為剪刀真的是什麼 拆什麼東西都用剪刀最方便 像那個水 28瓶的水 然後它的那個塑膠包起來的是那種 比較硬的嘛 你就只能 很難拉開 所以最好是帶把剪刀 還有床具 我真的 我聽別人說帶床具 我就覺得很瘋子了 這是帶什麼床具 然後後來就想說 喔這個漂亮 就是我很喜歡我這個床具 就乎我就把它帶過來了 結果我超級 就覺得這個決定實在太棒了 因為 就如果你用它的 你這樣捂住你的臉 我會蠻心慌的 就我也沒用它的毛巾 所以要帶毛巾跟床具 你就會比較 使用上會比較安心 非常推薦 還有拖鞋 就我沒有帶 我有帶我自己的拖鞋 但是因為它的 地板是一種絨布地板 就是有地毯 算是地毯吧 就絨布 所以我也不敢 直接光腳壓在上面 或者是使用我自己的拖鞋 但它們這邊的拖鞋其實蠻不好用 就很薄 很薄 所以我就帶了 反正我在飛機上 就有把飛機上的拖鞋這樣 偷下來 也不是偷懶就把它拿走 然後接下來就是洗澡的用具 洗髮精啊 日蠻啊 洗臉的啊 等等的 就它也有附 但我怕是上一個房客也有使用過 但我後來發現不是欸 所以我就有開始了 所以還是建議可以用戴日子巾 然後還有什麼牙刷 還有就是什麼清洗的啊 洗衣服 洗衣精啊 跟洗碗精都很重要 超級重要喔 特別是洗碗精 還有衣架 最好帶自己衣架 就我這次行李真的是太爆炸了 所以我就沒有帶衣架 就反而還把一些東西都把它拿出來 本來也想帶免洗內褲的 但是就真的曬不下 真的今天可以帶衣架 掛自己的毛巾 比較乾淨 還有毛巾 要用他們的毛巾 但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怕了 我還有看過別人影片是 把人家的毛巾鋪在地板上 所以就覺得 嗯 不敢 還有一些療癒小物 像我自己帶的療癒小物是 眼罩 就是每天睡覺就特別的療癒 然後就睡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 所以 另外就看你們自己要不要再 像是棉型件褲嗎 還有吹風機 有些人會很在意吹風機 不過我真的就是 心裡帶不了 然後 幸好我們這邊吹風機是很給力的 然後也不是掛在牆上 是可以 自己隨處吹頭髮的那種 非常之爛的 還有還有 就是 要想好這14天要做什麼 像我第一天到第三天的時候 非常之享受 我就是瘋狂看劇 我看完了呢 《一無知名》 《王冠》 《王冠》呢我看了第一季第二季 後來第三季 換了主角了以後 我就看不下去 接下來呢 第四天到第七天我就 很無聊 無聊到爆了 第七天以後我就開始剪片拍片 所以就 不會無聊了 然後我超捨苦的 今天最後一天 我其實很不想出去 我覺得這裡很棒 對 所以 享受你的隔離生活 就這一輩子 我不會想再第二次啦 但 我這個經驗我覺得也蠻好的 很happy啊 武士隔絕 然後 暫時 不用擔心 也不是不用擔心 就我還是會想 就之後找工作啊怎麼辦啊 等等的 不過就暫時可以休息一下 which is good OK以上就是我這次的分享 你的必帶清單跟防禦旅館的一些資訊 希望你們有幫助 就這樣 bye bye